新北市英哥區的一間建設公司 在昨天中午的時候 被一名水泥公投泼汽油討債 手裡還拿著打火機 仰言要點火 情緒相當激動 因為這間建設公司 欠了他162萬元的工程款項 已經5年了 卻遲遲不肯還錢 警方到場好說歹說 要建設公司承諾還錢 還說服水泥公投寫下白紙黑字 趁他拿起紙筆寫字 放下打火機的時候 衝向前壓制 帶你來看當時狀況 原警不斷安撫情緒 選移公投這才敞開新房 表示自己從新竹來到殷哥逃寨 已經好幾次了 甚至把162萬元的款項 打了7折 收112萬元就好 但對方還是聲聲沒錢 卻在办公室里养了一只价值60万元的红楼 让他相当气愤 认定对方就是要吃定敲诈他 才会在出门前从机车油箱出了汽油带来讨债 但他也强调自己无意要伤人 铺汽油前有请员工先离开 只是造成恐慌还是被一恐吓 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